今天继续来聊八大菜系当中 最有文艺气息的菜系 那就是这菜 为什么说这菜是最文艺的呢 这菜它大多数的代表都来源于杭州菜 而杭州最著名的景点 大家都去过 西湖 多少文人莫客流连忘返 写下了多少诗词家具 比方说欲把西湖比西子 龙装淡果总相依等等等等 这个文人莫客喜欢西湖的美景 那肯定也不会错过西湖的美食 所以它就为杭州菜添上了一点书卷之气 这菜的新盛源于南宋时期 都知道南宋的都城是临安 当时的临安城到底有多繁华呢 据史料记载 当时临安城的人口在鼎盛时期 可以达到一百多万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同一时期的欧洲最大的城市 人口总数还不足临安城的十分之一 所以人口众多 繁华的贸易 各种文化人才的融合 使得临安城极其的繁华 当年的临安城的城里面 可谓是饭馆伶俐 而且各大菜系也是融合到临安城 这也大大的推动了蔗菜的发展 说到蔗菜就不得不提一个人了 我老提他 那就是苏东坡 苏大诗人 苏东坡时任杭州的芝州 当时在他的任下疏通了河道 然后筑堤造桥才有了现在的杭州美景 而作为美食家来说 苏东坡也是贡献很大 比方说我们最为熟悉的就是东坡肉了 当时其实在浙江那个地方 老百姓不大会烹饪猪肉 猪肉呢 达官贵人也不吃 老百姓也不会烹饪 所以苏东坡干脆就发明了一种独特的烹饪方法 创造了东坡肉 有一点遗憾的是 现在我们只要提到东坡肉 就一定是红烧肉 你比方说你到饭馆里面点一道东坡肉 它一定是红烧的 上色的 其实这是不科学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苏东坡那个时期 还没有酱油这个东西 所以它怎么用酱油去烧一个红烧东坡肉呢 所以酱油烧肉 那一定不是苏东坡那个时期的东坡肉 好的 接下来让我们一跟随我们的味道大厨 学一道浙菜料理 好 接下来呢 为大家带来一道龙井虾球 首先看一下我们主要的一个食材 有我们的鸡蛋 糖 还有我们的茶叶水 茶叶 生粉 跟我们的这个和虾仁 和虾仁可以选用比较大只的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葱段跟姜片 好 首先呢 我们要先将我们的蛋呢 蛋清跟蛋黄要分开 好 我们把蛋清跟蛋黄分开 然后呢 我们准备一个容器 我们把这个蛋清呢 放少许的蛋清进来 好 把虾仁放进来 放这个少许的食盐 把它浆过 打到这个起泡 接下来呢 我们把这个生粉呢 加进来里面 生粉加进来以后呢 我们把它简单的一个搅拌一下 搅到像这样的一个 稠状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要下少许的摄拉油 这摄拉油要用干净的摄拉油 吼 加到这个虾子里面 然后一样 简单的滑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准备这个 要下虾子要滑油了 好 我们把这个虾子呢 吼 炸好以后呢 我们把它油沥掉 起另外一个锅子 起另外一个锅子 吼 下少许的这个摄拉油 好 把葱 断跟姜片下下来 好 然后加入我们的这个 茶叶水 然后我们把茶叶放进来里面 然后我们把茶叶放进来里面 然后下少许的高汤 然后下少许的高汤 两勺糖 两勺盐 然后把它搅拌均匀 然后把它搅拌均匀 带少许的芡汁 然后我们把茶叶放进来里面 将我们的这个虾仁放进来里面 开大火 把汁收干 好 已经快没汁了 我们下少许的香油 好 我们的龙顶虾仁也完成了 接下来就有请 今天的这一对恩爱的小夫妻 张凯涵 姜柏田 欢迎 有请 张凯涵和姜柏田是同班同学 从小的相识 让他们再次重婚的时候 迅速就恋爱结婚 成为了在南基城 相依相味的东北小两口 欢迎两位 来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介绍一下自己 喊出你们的口号 喊出 左眼一闭 对你有益 右眼一闭 向你走去 两眼一闭 爱咋咋地 这口号好特别啊 是你们自己想的吗 对 解释一下 为什么是左眼一闭 什么向你走去 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就是东北的 东北的 东北的 突出一下我们的地方 对对对 就是比较幽默 爱咋咋地 其实也对啊 就是人嘛 就是用眼睛 用眼睛的余光去发现爱情 对 对吧 然后呢过日子嘛 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你别说啊 他们不光这个口号啊 挺有意思的 对 这两人的胸怀上别的也没有意义 哎呦厉害了 一个是矿泉水 一个是优乐美 哦对 我老婆矿泉水 是因为觉得她 是我生活中必不 必不可少的 就必需品 每天要喝水 水乃生命之源 那你什么意思啊 就是可有可无吗 你是个奶茶 哈哈 我甜呢 对 甜 负责制造浪漫 是吧 我看上去好像你老婆更像优乐美 你比较像矿泉 因为老婆笑得很甜 对不对 那倒也是 两位都是东北人 对 都是东北人 在东北认识的吗 对 在东北认识的 大学 我们是一个高中的 一个班的 同一个班的 高中就认识的 高中语学 你喜欢她什么呢 是学霸 还是在所有的女生当中 颜值偏高 喜欢她 就是始于颜值 啊 就听上去 有点 我就想问一下 你们在学生时代 会传那个小纸条吗 都会 会 会传小纸条 都会 传过很多 我们今天好像还带来了 对 真的啊 你把那个学生时代小纸条 还一直都保存着 我好想重温一下 当年的那种回忆 经过来说太久远了 几十年了 我觉得真蛮贴心的 就是我们知道 学生时代都会传纸条 但是能把它留到现在的 真太少了 对 有啊 真的 带过来几个 对 带过来几张一线 对对对 这都是谁写给谁的 这都是我们两个互相的 对 还要互相呢 对 就像我 他先传给我 然后我写完了再回给他 回给他 对对对 小信件似的那种 豆豆是谁 豆豆啊 我 我俩叫土豆组合 哦 他叫豆豆你叫土土啊 是这意思 你看这张是豆豆写给土土的 说你晚上好好玩自习 把数学题做好 明天我们一起讨论 然后这个回答是 你回家也好好学习 好好备课 明天好好给我讲数学题 哇 好励志啊 对啊 相互激励啊 对对对 主要是这样 豆豆跟土土说 我数学没考好 被自己气哭了 你看这张纸都被我泪水打湿了 但知道你比我考的还烂 我也笑不出来 不管怎么说 还要一起加油才行啊 加油 然后豆豆说 土土跟豆豆说 没事 不是还有我给你拖底了吗 不生气呀 让正能量围绕自己周围 一起加油吧 加油 厉害 特别好 就是这样 后来是不是学习成就越来越好 彼此互相加油鼓励 对 是 这就是我们儿时的一些 懵懂的回忆 对 然后两人长大了 就在一起了吗 并没有 因为我们 大学的时候 不是在一个地方上了 就分开了 对 对 他在哈尔滨 那你呢 我在天津 天津 哈尔滨离的还是 有距离 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 豆豆是不能接受异地恋 对 你呢 你是觉得没问题 对 没啥问题 关键是他点头 对于异地恋来说 一般来说 男生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那你呢 你是可以接受异地恋的吗 我完全可以接受 真的吗 我特别像我 哈哈 没有人管给你 是不是 对啊 没有人管 然后就是 男生其实对女生的自信 应该说还是比较放心 我 我反正 我觉得女生多半十分地接受 那当然 一开始我跟你是一样 我觉得一定也没什么 但我真的谈过一遍 但我觉得太痛苦了 就你知道你 因为女生特别会有那种 脾弱的时候 比如你生病的时候 或者就是特别辛苦的时候 你可能希望就是有男朋友在身边照顾啊 或者说一些贴心话 然而你永远只能接到电话 或者发这个冷明明的短信 联系里面就会觉得那不是恋爱的感觉啊 这个就看个人想法了 那后来呢 怎么又走到你一起去 后来就是 去年过年的时候 啊 春节 啊 春节 去年过年的时候 啊 对 我们都毕业了 毕业就好了 那你们现在结婚了吗 结婚了 去年毕业 然后才又重新走到一起 啊 今年就结婚了 啊 因为感情结束于日游 啊对对对 哦 那可赶快说 然后呢 那以后干嘛了 干嘛了 嗯 开始八卦了 然后过年的时候 我给他发了点信息 过年出来一块坐一坐 啊 聊一聊 然后就是后来就 然后就是我请他喝了咖啡嘛 嗯 就是一看到他 我还感觉什么 就还是我的女神 嗯 就感觉依然是那么刺激 好心动 刺激 刺激 老刺 对对对 狂跳不止 狂跳不止 然后就这个 然后就 对对对 关键是你狂跳不止 你得给他说明白了 对啊 你有没有小龙幻状的 状啊 我我问他 我问你老婆 问逗逗 有啊肯定有 你也有点心动 对因为他把那些什么纸条 还有我们以前就是 对小物件拿出来了 对晾在桌子上我就 对对对 什么也是我的套路之一 女生其实真的是受不了这种的 对 女生是特别在乎男生的那个细节 就你在看到你那个什么 以前那种纸条 你会觉得哎呀那肯定都不存在了 但是拿出来的时候 你那个一瞬间肯定是 我认为这个男人一直在等我 好特别棒 就是有时候人啊 真的不能用外表来判断 靠谱不靠谱 那你觉得他外表上 哈哈 跟你一样靠谱 外表一样靠谱 我怎么感觉这像是夸我呢 对 你没听错 就是在夸你 所以什么时候领证结的婚 今年6月1号 儿童节 儿童节 儿童节结的婚 就正式成为了一家人了 对对对对 可是婚姻除了激情燃烧 还有柴米油盐 你们现在也算是小夫妻了 对吧也住在一起了 对于生活上的一些技能 比如说拿我们几个节目的兴趣来说 做菜 有没有这个突飞猛进 还是点外卖 我突飞猛进 你突飞猛进 那你的意思是 反正豆豆只负责吃是吗 对 他也负责帮我打打下手 对 就是现在两人在家里面也开火了 也开火了 每天都自己做 偶尔 不是每天吗 偶尔 周末的话会多一些 说一下那个硬菜 你都做过哪些 哪些 你不要告诉我是西红柿炒鸡蛋 对 我们不想听到这个 但是真的是这个 但是我最拿手的就是这道硬菜了 对 别的我也做过了 你不能有一点要求吗 西红柿炒鸡蛋你就可以了吗 好歹得有个红烧肉之类的东西 其实我以前最不喜欢吃西红柿炒鸡蛋 就是我爸爸给我做的话我都不吃 但是 对 但是他第一次给我做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捧个场 虽然是个很简单 就难度系数可能一颗星的那种 然后我还是尝了一下 我觉得挺好吃的 然后后来他就回家又学了一下 跟谁学呢 跟我 妈妈 跟妈妈学 对 妈妈没有说吗 儿子你学做这个给谁做呀 对 妈妈会不会很生气 我原来就跟我妈妈说过 我说以后我就要凭借这道菜 给你领一个媳妇回来 儿媳妇回来 儿媳妇回来 但是你要注意啊 就是你知道你说这句话的时候 妈妈表面上不说什么 可能内心里面会这样想说 哎呦 起一个老婆她不做的菜给你吃 你回来跟我学去做的她吃 老娘都没有吃过你做的 会不会有这种心理在里头 现在的趋势嘛 现在趋势不是那个女孩子比较少 男孩子比较多嘛 对吧 是是是 所以这种要 男孩子要是不多来点技能 那就不好娶老婆回家 那也是 是吧 那你别说啊 西红柿炒蛋你还真别看不起 啊 这道菜虽然非常的简单 但是想炒好吃了 还真不容易 而且我很难想象 凭借一道西红柿炒鸡蛋 就能领一个媳妇回家 那这炒的多好吃啊 真的是 而且西红柿炒蛋啊 有很多种的炒法 真的我想看看你是怎么来炒这道菜 现场考验一下 考验一下 反正我们这是一个大厨房嘛 你炒个西红柿炒蛋 我来做一下这个初级评审 因为待会我们再请大厨出来 做高级评审 好吧 那我们准备食材给你 来来来来来 我的刀工不是特别好 不要找理由 你去做吧 这个好不好 我能判断出来 帮我拿两个鸡蛋 这还有帮厨 拿个碗给打蛋 对对对对 我们两个配合的是非常默契 这个就叫做夫妻分工 其实自己在家做也挺有乐趣的 特别对于小夫妻来说 对对对 做时间长了你就不会觉得有乐趣 刚开始玩 这个切菜的动作非常的 业余 奇葩 好 来吧倒油吧 是的 我们用的油也非常的关键 我们今天用到的是 福丽门的黄金产地玉米油 因为它味道是比较清淡 最大程度上 直接倒啊 可以保留食材的原味 吃起来特别天然 诶 你们蛋都不打的 不打 对啊 这个是绝技 这是不一样 我有点豆腐了 这是创意西红柿炒蛋 要不要把火小点 待会蛋都是要盛出来的嘛 然后你可以反复利用炒完蛋的油 胡椒粉 然后再去炒西红柿 没关系 手上点油啊 因为我自己在家的话 再加点饭 蛋炒饭 有人炒蛋是用胡椒面的 这又是一个不一样的操作方式了 我在家炒西红柿炒蛋 是绝对不会 在这个时候把西红柿和蛋放在一起 你一般什么时候放 我要先把蛋盛出来 单炒西红柿 把西红柿炒得烂烂的 最后把蛋倒进去 为什么 因为把西红柿炒烂 需要很长的时间 这个时候蛋一直在锅里 蛋会老 明白吗 所以人家不是说了吗 人家是秘制的 跟你方法不一样 好像跟一般人都不一样 对 我原来没有自己的个性 就是没和我妈妈学的时候 他也不是这么吵 像你那么做 这个就属于他家祖传的了 从妈妈那儿学来的 这其实是有点硬 缺有点硬 不太好对呀 这个菜的容错率比较高 想要难吃也挺难的 对对对 这其实西红柿炒蛋 应该算是进厨房的 入门级的菜肴 绝对入门级 平常在家你们还会把皮去掉吗 对我们先会用 我们放一下 把皮去掉 做菜就是没有那么多 就没有 但其实 番茄的皮是很有营养价值的 不建议大家 如果追求极致口感的话 你可以拔 但是不建议大家拔 盐 这两人真是一个主厨 一个是帮厨 搭配到挺好 那锅碗就是最后是谁洗呢 锅碗 谁吃的少谁洗 谁吃的少谁洗 那不就是我吗 鼓励光弹行动是吧 对 还可以 你看 还不错啊 尝一尝 我们尝一尝 开动吗 对啊 尝一尝 特别有发烟群啊 对啊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啊 我总吃你们吃吧 是那个味儿 油好 哈哈 就行 没成果词 油确实比我们家那个油好 哎呀 真是太给力了 我们今天嘉宾真的啊 精益求精 我觉得这个西红柿做的还不够烂 当然个人的想法 主要是 而且 你看你这个鸡蛋 时间长了就会稍微有一点点老 对吧 而且不够蓬松 其实我告诉你一个小窍门啊 就以后你在打蛋的时候 加一两滴白醋 你炒完了蛋就会很蓬松 它颜色会更亮 对 加一点白醋 如果你觉得 因为番茄的这个西红柿 它每个品种不一样嘛 如果你买的这个西红柿 它不够酸度的话 像这个就是酸度就不是很够 对吧 你可以加一点点番茄酱 番茄沙丝在里面 再加浓它的番茄味 对 当然这是大厨才会有的 哎呀 杨大厨 杨大厨 说我们怎么不会呢是吧 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 他们这个基础还是有的 对对 今天想要学什么样的菜式 对来说一说 要升个急对不对 对升个急 不能老吃起来 想做什么样类型的菜呢 觉得带点青菜的吧 带点青菜的 带点青菜的 清赖一点 清赖一点 适合夏天吃的 适合夏天吃的 适合这个季节 好嘞 那马上我们就请出今天 你们的厨艺导师 来自于南京品堂美学的 总厨魏健康先生 欢迎 魏健康品堂美学主厨 从业十年有余 健康为本 创意当先 食材过手 千变万化 擅长法餐 创意中西融合菜 是一位年轻有为的 帅气大厨 欢迎一下我们的健康大厨 欢迎 欢迎 魏厨 其实刚刚啊 这对小夫妻说了 他们想要学一道 适合夏天清淡一点的 里面最好带青菜的 对 刚好 现在我们这道菜品呢 就叫翡翠白玉 翡翠白玉 对 我听过一道菜 叫翡翠白玉汤 嗯 你们听过吗 那是朱元璋 以前不是做过乞讨吗 对吧 然后他吃到的一个 豆腐青菜 那些下饺料 因为那时候 他乞讨的时候嘛 然后和在一起吃 他当了皇帝以后 就特别想吃这道菜 然后就找了全 中国所有的名厨 来做这道菜 就吃不出那个味 后来呢 他做这道菜 起名叫翡翠白玉汤 就是青菜和豆腐 你这个有什么原料吗 我这个呢 翡翠是菠菜 是菠菜 对 也是绿叶菜 白玉是吧 是豆腐吗 白玉不是豆腐 是干贝 干贝 我这个食材挺高级啊 对啊 我从来还没有听过说 菠菜可以跟海鲜配搭的 而且其实从这个菜式的搭配来看 有荤有素 营养价值也够 是 喜欢海鲜吗 喜欢 挺喜欢的 好 那好好来学这道菜 那说一下规则 待会健康大厨在做菜的时候 老公全程要戴着眼罩和耳机 嗯 不能看不能听 全由老婆来看 然后开始做的时候呢 有老婆全程指挥你 完成这道菜 对 这样看两位的默契程度了 搭配完成 有点难 有点难啊 好 那首先请我们的味健康大厨 先给你们做一个完整的示范 有请 好 现在我们味大厨 我们做的菜已经完成了 很精致 哇 这个两人在家做这个菜 我就烛光晚餐了 很有情调 对啊 特别漂亮啊 西式的感觉 那我们来尝一尝味道怎么样 来 好 你们来你们来 都吃啊 都吃啊 菠菜也吃啊 菠菜 来点菠菜 嗯 我觉得真的还蛮适合这个季节的 对 特别是 它里面还拌着一点芝麻酱的那个芝麻的香气 对 这方面就是以我初步的判断应该不太复杂 魏大厨来帮忙 但是要通过接下来一个小游戏来获取你们最终的帮助时间有多长 对这个游戏呢叫做你比划我猜一个比划一个来猜一共90秒的时间当中看你们完成的如何 如果打对一道题的话将会为自己应得10秒的帮助时间 是的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这个游戏先问一下你们俩谁比划谁来猜 我比划 行 我来猜猜是吧 好进入到今天的味道小考 好准备90秒计时开始 五个字 咱们家那个特别有名的一道菜 狗狗狗 公报 五个字 五个字狗狗狗 带鸡的 啊鸡是第几个字 第二个字 第一个第一个字东北名菜啊 对小鸡炖蘑菇 对对对对 两个字啊 圆的几寸几寸蛋糕披萨对 三个字 三个字 你比较喜欢吃的 你想要吃 三个字 榴莲酥 呃不是 那个那个那个 还是比划 第一个跟第一个带带带第一个一个字啊 小腿 对 对第一个咱第一个菜是说的是啥 小鸡肚蒙 对对对 带带带第二个 小鸡腿 呃第一个字换一下 炸鸡腿 耶对 ok 呃也是三个字啊 嗯 有一次过的机会啊 过 还有20秒 三个字 撸的 羊串 四个字啊 十 九 首都的那个 北京考鸭 六 不是 首第一个字 四 三 二 首都 叫什么 时间到 第二个字 京 好 好 总共答对了四道题 获得40秒的帮助时间 还不错了 豆豆反应很快 对对对 其实老公比划的不太好 对 就是你要这个迅速的 不停的去描述 对吧 但老婆反应很快 你们拥有20分钟的制作时间 请准备 这道菜看似简单 但有点迷糊的姜伯田 又能否指挥老公顺利完成呢 好 20分钟 请准备 计时开始 第一步干嘛 先把水 先把水到锅里面 水 那 对 先把水加热一下 我们一会儿把菠菜煮一下 全倒吗 倒 然后切柠檬 小心别切到手 有 很关心 真的每次啊 就是小福西啊 或者是 停 然后把那个干贝拿过来 对 然后把柠檬汁挤进去 好了好了够了够了 然后放胡椒粉 然后放胡椒粉 还有盐适量吧 我记得就是放这三样 放多少胡椒粉 想想 胡椒粉适量就行 他在想适量是多大的量 适量 你们女生说适量就跟说今晚吃什么随便 适量是多少 大概一勺还是两勺 好了可以 放点盐 盐适量 这样的话 头感就跟它无关了 多些适量 有点多吧 再少一点 好 他理解的适量不是一个量 行吗 够了吗 够了 有道理 行 就这样吧 你把它放在那个菜板下面啊 还有别的要弄老公 然后放 然后麻酱 麻酱里面 我记得是加半勺醋 半勺 半勺酱油 嗯 对 然后 然后现在还有什么来着 还有两勺糖 好 真的要放这么少 贵啊 不要太甜了 那就两勺吧 两勺 嗯 好 好 然后 现在已经过去五分钟了 然后再拿水 再拿水 再拿水 对 然后在这个大的勺拿起来 那个锅是不是开了 我们把菠菜房里 还没有呢 没完全 嗯 好 小少水 好 破一下就行了 如果到目前为止的操作啊 这个土土都是慢慢的 也是半信半疑的在在做啊 对 因为他没有看到那个过程 所以他就不知道要怎么做 对 甚至对你产生了一度的质 我感觉到了 质疑我是对的 没什么问题 质疑 因为有时候按照你的素人 如果你错了 就回不了头了 比如说 放心 现在这个麻将是不是有点太稀了 哈哈哈 质疑谈不上 求同存疑 你知道吗 好 菠菜放一下 菠菜 嗯 行 你别烫上手啊 嘿 这个要用吗 菠菜的火候 一会儿夹了 这个先煮着吧 你把那个锅热上 煮一会儿啊 煮到太软了就行 对 我再货一过 我觉得这个麻将啊 没事可以了 多货一过 它是不是又不这么稀 不会的不会的 不会吗 它已经这样了 真的吗 已经这么稀了 就改不过来 咱们吸咱们就吸着吃呗 没事可以 无所谓 是不是又要倒油了 下一步干嘛 一个瓶盖那么多 哎你倒两个瓶盖了 行就这样吧 然后可以放那个干贝 拌一拌 把它放进去 干贝 这个你用这个夹一下 不要放到哪里 放到那个油 等它油热了以后 你把干贝放里面煎就行了 然后煎到两面金黄 OK 咬剥菜不放盐了 这个里面要放盐和油 赶紧赶紧 再来点油 放啊 我忘记了 水里加油吗 直接放油啊 放油放油 啊这个没事 它不是油里加水 少放一点 水里加油是没问题的 所以其实顺序很重要 对对对 就是水里 然后再放盐 有多少油啊 行来点油里加水不可以 对 行 行 这样吧 他们这就是 就是想到哪是哪了 是吧 大厨看的真的微微一笑 你要霍一霍 霍一霍 这就是我们跟大厨的差距 嗯嗯嗯 你看他们那个 西红柿炒蛋就知道了 他们那整个的发挥 就是无所谓 你那边那个油 可以了 可以了老公 把它关了 吧 我觉得煮一会就行了 行 那边的油 你看那烟帽的呀 对啊 你要小心了啊 里面有水 它会会刺辣一声 那你先放到单的那边 对 你再滑到有油的那边就好了 满小王 行 真的吗 嗯哈哈哈哈 真的 如果要觉得油少 可以再倒一点啊 油油不少 因为 我怕你们煎糊了 你知道吧 这么好的食材 对啊 然后呢 然后就煎就行了 你你确定吗 这个火候把握的要非常好 那你把它小点火了 哦 就是所以 在这个时候 要不要行使你的钱 要要要要 好 来 我来我来我来 40秒 帮助计时开始 还有啊 这个胡椒粉啊 啊 不够均匀 啊 对 它是完全没有 这样它应该扎一下 这样子 它的表面最容易糊了 哦 10秒钟已经过去了 让大叔帮我们切点葱丝吧 一会 葱丝是吧 切点葱丝 对 好 好 20秒过去了啊 来 因为那个葱丝 这个可以关火了 好 好 10 最后10秒 9 8 大大叔别紧张 这个那个葱丝 5 4 3 2 1 好好好 大叔可以了 谢谢 可以了 我已经送你两百 哈哈哈哈 哈哈 好 现在下部程序呢 下部程序呢 下一波把那个青菜捞出来 菠菜 菠菜 然后把它螺旋形放进去 螺旋形 螺旋形的 对绕进去 就跟打冰淇淋一样 哎 哎呀 哈哈 好看啊 对 然后再一个也行吗 再再来一根 再来一根 对 别浪费都摆进去 对 可以 好 把干杯夹上来 对 这样 好了 然后把这个 最后一步葱丝 葱丝最后再放 好 浇上你是吗 对 别别倒太多了 哈哈 再倒出来 别倒太多了 那我就 这样 行 基本上 这个所有的步骤就完成了 然后等会 还有还有 葱丝呢 对 现在摆上去 就就摆细细的一点点 细细的一点点 对 我看大厨就是那样 我细啊 你太多了 就一根 对 就这样 点缀一下 上面 然后再放在这个 还有红椒圈是吧 对 点缀也 它也有 增加它的 增加口感 对 我们按了 连着一起吃 好 完成 还算不错 这样吧 我们在品尝之前 首先来问一下大厨 整个步骤当中 完成的如何 有没有出现错误的地方 其实最关键的是这个干贝的处理的过程 首先是腌制的过程 腌制的过程呢 柠檬汁不能太多 柠檬汁的量呢 大概是几滴就可以了 它挤了半个 对 如果过多的话 你煎出来会非常非常 酸 而且是不是应该用手稍微抓一抓 让它那个稍微均匀一点 因为有一些上面全是胡椒面 有一些可能地方都没有 腌制 腌制不会均匀 其实就是 这个芝麻酱呢 要充分地把它搅拌开来 还可以 像这是不是稍微 太充分了 它可能是由于没有充分地搅拌 它没有充分地均匀 才会 其他还没什么问题 其他还好 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 它会不会太酸 因为刚刚你的半个零碗 往里面一起啊 我真的 七一斤 夹根腾斗 因为柠檬原本就够酸 然后你再下锅一煎 很有可能就更酸 对 那反正会不会 你你试一试就知道了 那我们来要不 试菜吧 好 来 我们先来 好 谢谢 我觉得每一个味道都会不一样 嗯 还好 不是太酸 来 尝试一下 快行 是因为它没有充分搅拌均匀的原因 没有 没有烟好 幸好没有脚来冰 没有烟 还好 我刚才吃打锅炭了 你俩先来说一说感觉怎么样吧 满意嘛 有点咸了 有点咸了 做的有点咸了 对 也放的有点狠了 对 其他方面呢 其他方面 没有大叔做的好吃 那是 再来一次一定比这次好很多 对 对吧 对 人人的第一次都是比较跌跌撞撞 对 对 这道菜算是学会了 回家就可以立马做给双方的父母去品尝一下 可以 对不对 对 特别好 恭喜你们 成功了 谢谢 然后 有我们的这个 魏大厨 为你们颁发我们节目的厨艺认证 鼓励一下 谢谢 大厨了 现在是 这两位都是新厨了 欢迎大家光临我们的魏大厨房 再次感谢各位 感谢魏大厨 谢谢大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